女人在抓海里的小鱼 然后把鱼倒进铁桶里捣碎 你以为他是要饱餐一顿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只见他把小鱼倒进海里 浓烈的血腥味吸引来一只鲨鱼 女人一点都不吃惊 只见他拿着尖棍刺激而动 虎道鲨鱼后 女人没有一点要吃的意思 而是直接把鲨鱼挂在树上 然后趴在沙坑里细细观察 随之他不小心睡着了 等第二天醒来 只有一根断了的绳子 女人很不甘心 他要弄清到底是什么东西 于是他找到一具尸体挂在树上 等到越黑风高之时 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寂静祥和 但恐惧还是来了 女人名叫黑妹 几天天遭遇了海难 被推到这座海岛 她围着海岛一直走 走来走去 却又走回原地 黑妹很疑惑 打算去树林里看看 有没有什么发现 这时 眼前的树上挂着一个包 明显有人在这里生存过 黑妹扯着嗓子大喊了几声 却始终无人回应 无奈之下 黑妹开始翻找这些遗留下的物件 除了一堆没用的衣服 什么也没有 好在一个铁盒里 还一流着一盒未用完的火柴 黑妹从树林里出来之后 发现沙地上居然还有一座木 木上还立着一个神秘的十字架 到了晚上 她靠着微弱的火光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黑妹打算去海里找些吃的 却意外发现 海上有个漂浮物 等黑妹游过去的时候 才发现是个行李箱 黑妹想看到底水里还有什么 一个猛子扎到水里 等视线渐渐清晰 她看见海面之下竟然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 黑妹赶紧游上水面 把箱子拖回岸上 等她打开箱子一看 里面只有一些衣服跟一把信号枪 晚上黑妹刚打算席地而睡 这时天上飞过一架飞机 黑妹赶紧拿出信号枪朝天空射去 微光在黑暗的天空中绽放 她满怀期待地看着天空 最后随着那束微光 渐渐地沉入海平面 微光映射出来的 竟然是一个巨大的人影 黑妹想都没想 转身就跑进了树林里 幸好她及时趴在地上才逃过一劫 黑妹发现 这个怪物只会在晚上出现 黑妹发现个树洞 这成了她晚上睡觉的地方 她必须要赶在天黑前钻进去 就在她快要睡着时 树冈外面传来了野兽的咆哮声 黑妹整个人动也不动 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树冈开始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 过了很久 她逐渐安静下来 第二天一早 黑妹从树洞爬出 外面早已是一片狼藉 这一下她彻底慌了 她决定要逃跑 黑妹把救生衣塞进行李箱 想以此来逃离这座孤岛 但这点福利 不足以追求她的身躯 无奈之下 黑妹只好重新回到岸上 幸运的是 她找到了一块旧布跟一些绳子 黑妹用他们做了一个简易的吊床 这样到了晚上 她才会有一丝安全感 但事情总是事与愿违 她刚打算闭眼睡觉 就听见树林里传来了异响 黑妹被吓得整个人都僵持住了 恐惧的泪水划过脸颊 她鼓起勇气起身查看 发现电闪雷鸣之下 竟有一个三米多高的人形 突然绳索开始松动 黑妹从吊床上滚了下来 她赶紧起身朝海滩跑去 谁知那东西一跃而起 拦住她的巨路 然后给了黑妹重重的一击 她刚想爬起 又被怪物打回海里 等黑妹缓过神来 那怪物早已经没了踪迹 黑妹爬在树上度过一夜 第二天她疯狂朝着海边游去 原来海平面上一艘小船 正朝她缓缓驶来 而船里坐着的竟是闺蜜与男朋友 黑妹立马把捣上的情况告诉二人 二人不但不信 反而觉得黑妹有什么大病 男友甚至还大骂她了一顿 黑妹看着在沙滩上 有说有笑的两个人 心里那真不是个滋味啊 这劝又劝不动两个人 没办法 黑妹只能独自开溜 她把箱子里装满食物 然后把小船推到水里 这时闺蜜一转头瞥见她 两个人立马狂奔 过去拖住黑妹 慌乱之中 闺蜜一船讲敲晕了黑妹 等黑妹醒来时 发现已经被五花打网 黑妹好说歹说 男友就是不相信这里有怪物 这时海边传来一声尖叫 是怪物准备拿闺蜜开涮 男友拿着火把朝海边奔去 对着怪物就是一火棍 还没来得及打出第二下 就被怪物一击甩飞 随后怪物就不见了踪影 跟她一起消失 在海里的还有闺蜜 第二天天一亮 男友决定立马逃跑 男人正在划船 突然看到水里有道黑影一闪而过 吓得男人赶紧战树后仰 这时一个爪子从水里伸了出来 两个人躲进船里瑟瑟发抖 那怪物一直在船底盘旋 他用利爪轻轻一划了 小船就被划出了一个大洞 怪物探出头 展现出极强的攻击性 男友急忙掏出信号枪 对着怪物血盆大口 就是一枪 怪物挣扎了两下 瞬间没有了踪影 就在两人以为一切都结束之时 黑妹被一把拖了下去 乍一看 这怪物浑身都是剑子肉 他死死抓住黑妹 往黑洞里游 黑妹趁机掏出小刀 朝着怪物一顿秃秃 怪物在疼痛之下松开了手 他一转头 发现男友正朝水下游来 就这样 前来救援的男友 成了送人头的 海怪把他抓进了那无尽的黑洞 黑妹用尽全力游回岸边 这次的决定不再逃跑 他把对怪物的描述写在日记本里 以此来警醒 以后飘荡到小岛上的人 之后他开始制作武器和陷阱 等夜幕降临 海怪探出头虎视眈眈 他朝着沙滩走来 被黑妹事先准备好的死鱼吸引 这时黑妹在周围点起火把 把怪物团团围住 常年生活在深海中的怪物失了神 黑妹抓着机会 用毛对着怪物就是一顿痛 但这怪物抗打能力 着实不一般 被伤成这样 还能使出劲来攻击黑妹 黑妹已经失去了挚爱 光脚不怕穿鞋的 他让这怪物付出代价 连续攻击几番之后 黑妹的身体已经体力透支了 怪物将他高高举起 想要了结了他 黑妹抓住了机会 对着怪物又是一顿猛渣 剧烈的疼痛感 就在让怪物松手 黑妹见机赶快逃跑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海边 正当他要举起长矛 要与对方一决死战之时 怪物轰然倒下 黑妹这才松了口气 走到怪物身前 还不忘补两刀 这场战争是黑妹赢了 靠的是他的毅力和勇气